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就笔直地射进牧尘的眉心 同一时间 一道细小的光束划过至尊海的上空 直接冲进了爆炸的至尊法身当中 可怕的金色冲击波 似虐开来 至尊海被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空间呈现出剧烈的扭曲 甚至连至尊海都要被撑爆了一样 牧神神魄躲进至尊海的深处 以免被那种恐怖的冲击波所拨击 这种四年持续了许久 终于逐渐的减弱下来 牧尘的神魄从至尊海的深处冲出来 那目光第一时间就投向了天空的那片金色弥漫的地方 那里的金色巨影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显然在先前的冲击波下彻底被毁灭 失败了吗 牧尘盯着那片区域突然静静地盘坐下来 他双手结印 那大日不灭身的修炼口诀 犹如水流一般地在心里头悄然地流淌而过 无心如大日 黄黄不灭 修炼口诀在牧尘心中像钟鸣般地想起来 隐隐地 他似乎感悟到了什么 双手悄然地结印 低喝了一声 不灭守护 那片金光弥漫之地 金光忽然就荡漾起来 就见那片金光当中一枚古老的枯叶静静地悬浮 然后呢 枯叶碎裂化为细微的光点 扩散开了 这些光点 就像是拥有一种神奇的复原能力 波动之间就见铺天盖地的金光 汇聚而来 而随着金光的汇聚隐隐间仿佛有一座巨大无比的金身巨影 再度一点点的凝聚成形 短短不过十数系的时间 那金光弥漫之地 一座至尊法身就凝聚而成了 而且呢 这次凝联而成的至尊法身 通体的金光更为耀眼 流金般的躯体 犹如是世间最为坚固之物 无可摧毁 而且 在金色至尊法身的表面 还能看到一些暗紫色的图纹 图纹古朴而大气 竟是一颗颗烈日生腾之相 犹如万日当空 这座至尊法身 静静地盘坐在天空上 不言不语 金光流转间 一股无法形容的古老磅礴之感弥漫着 令牧尘都心生震撼 我不利 破而厚利吗 牧尘难难着 现在成形的至尊法身 比起先前他凝练出的那一座 无疑显得更为完美 浑身上下都寻不出丝毫的瑕疵 很显然 真正的大日不灭身 正是要经历先前的毁灭 最后才能在不灭神业的力量下 变得更为完美 与牧尘一般无二 只是远远看去 仿废尊金色大佛 拥有着镇压天地的力量 而且在那顿至尊法身的脑后 有一轮巨大无比的金色烈日在悬浮着 烈日周围金色火焰悄然的涌动 神秘而威压 大日不灭身 终于成功了 牧尘的眼中有着无法遏制的狂喜涌出来 费尽了千辛万苦 终于成功的把这大日不灭身修炼成功了 这一刻他等待了许多年了 牧尘深吸了一口气 神魄一动就出现在大日不灭身的天灵盖上 然后缓缓的沉入其中 神魄融入大日不灭身的双目也陡然睁开 金光弥漫充满着无尽的威严和神秘 修炼室中 牧尘紧闭的双目突然睁开 他豁得站起身来 金光从他体内绽放出来 一道巨大的金色身影浮现而出 修炼室疯狂的颤抖起来 金色的至尊法身顶住了修炼室上方 顿时修炼室崩裂开巨大的裂缝 最后直接在轰然巨响声里崩塌而下 在修炼室外面 一座石台上头正在闭目修炼的九幽突然睁开眼睛 他猛的抬头望向修炼室 那里金光弥漫一股令人震动的灵力波动 冲天而起 修炼成功了吗 九幽 心头一动 他出现在上空 玉手结印 就见一道巨大的灵力光照笼罩下来 把方圆数千丈都笼罩进去 随着光照下来 就见一座千丈的金色法身 也从修炼室当中突破而出 最后矗立在了这天地之间 九幽抬起眼睛 他望着犹如金色大佛一般 脑后有一轮金色烈日悬浮的金色法身 翘脸之上 忍不住有一抹震撼之色浮现出来 他知道 牧尘修炼的至尊法身并不一般 但是呢 他却并没想到竟然如此的威额壮观 这就是大日不灭身吗 他喃喃自语 心中满是震撼 千丈的金色至尊法身 矗立在天地金光弥漫着 天地间的灵力在此时有暴动的迹象 一道道灵力汇聚而成的洪流 缠绕在至尊法身周围 那一幕 未然壮观 九幽立在半空 他望着那座至尊法身 眼睛里头有着浓浓的震撼 虽然他因为神兽的体制并不能修炼至尊法身 但毕竟他也算见多识广 就算是天地间九十九等至尊法身 他也见过不少 但这个时候依旧是免不了有些震动的 因为他发现 他所见过的绝大部分至尊法身 似乎都没眼前这尊至尊法身的威势 九幽环顾四周 索性这片区域早就被他隔绝 不然 这种动静啊 必然会被很多人察觉到的 那样的话 也会暴露出牧尘所隐藏的一些手段的 这就是至尊法身的力量吗 那座黄金所住的至尊法身 睁开金色的双目 其中充满了无穷的威严 牧尘所画的至尊法身 聚首缓缓地握拢 空间都仿佛扭曲了一下 一股无法形容的可怕力量 荡漾在四肢百害 让人有着仰天长笑的冲动 天地间的灵力呼啸而来 化为光虹被至尊法身吸入 此时的至尊法身 吞吐之间便是云雾缭绕 其中灵气十足 此时此刻 牧尘他这才真正的感觉到至尊法身的强大 那是一种高山扬指般的强悍力量 如果当日在与柳明交手的时候 他没有灵阵师这一底牌的话 他想要击败后者 恐怕还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毕竟柳明所修炼的天眼法身 也是颇为强悍的 不过如果换作此时 牧尘他有着强烈的自信 他能够直接硬生生的把那天眼法身打爆的 虽然他并不知道他所修炼的大日不灭身 究竟能媲美什么层次的至尊法身 但是绝对比那天眼法身强悍无数倍 金色法身发出细微的汪名声 金色涌动间 庞大的身躯开始迅速缩小 短短数息之后 一道修长的身影就立于天空之上 献出身来的自然就是牧尘了 他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 脸庞上有掩饰不住的欣喜色彩 很显然这大日不灭身的力量 让他非常的满意 这些年的期盼 终归是没有失望的 而在把大日不灭身修炼成功以后 他这才能够算是真正的一品至尊了 现在的他 有些开始期待不久之后的那场大罗金驰的争夺了 因为想来借助着大罗金驰的力量 他的大日不灭身还能变得更为完美 而也就在这大日不灭身消失的时候 这大罗天深处 树道目光 突然对着九幽宫的方向投射过来 这种波动 是九幽那妮子 在鼓到什么吗 树道目光之一 就是大罗天玉三皇之一的天就皇 他有些讶异的望着九幽宫的方向 虽然之前 九幽手脚迅速的布置了灵力光照 隔绝牧尘的至尊法身 但类似于天就皇这等实力的强者 自然还是隐隐有所察觉 虽然短短的一瞬 没办法感应的太过清楚 但是也能察觉到突然间爆起的 异样的灵力波动的 另外一道目光 就是灵童皇 他双目微眯着 眼前的空间微微波荡 视线犹如穿透空间 直接射进九幽宫内 不过此时的牧尘已经恢复过来 只有天空当中尚未完全消散的金光 显露着一些不一般的灵力波动 灵童皇收回目光 面旁平静 然后缓缓的闭上眼睛 凭借着双目的神意 他已经知晓 先前那种异样的波动应该是叫牧尘的少年所引起的 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太过注意 毕竟是一个刚刚踏入至尊境的少年 还引不起他的重视 在他们收回目光的时候 那更深处的一座阁楼上 睡眼惺忪的男子 眼睛猛的睁开 素来都是懒洋洋的脸庞上头 首次出现了一些惊疑之色 好强大的 至尊法身啊 他难难着 恭喜了 总算是得偿所愿了 虽然及时布置了灵力光照 但九幽也并不知晓在那短短一瞬 这里的动静还是引起了大罗天狱 三位顶尖强者的注意 他身躯一动 出现在牧尘的面前 眼睛里满是盈盈的笑意 他知道 牧尘为了这一天 准备了多长的时间 牧尘笑着 你看我这 大日不灭身 在那九十九等至尊法身当中 算是什么层次的呀 呃 这个不好说 毕竟没有真正的较量过 而且很多强大的至尊法身 都拥有特殊的力量 不过光从那威势来看 这大日不灭身 最起码能排在五十等之前 才五十等 牧尘对这个估计有些不太满足 不管怎么说 大日不灭身 那是万古不朽身的必要条件之一 而那万古不朽身 可是在九十九等至尊法身当中 名列第四的 你就别不满足了 排名前五十的至尊法身 就算放在大罗天狱这种势力当中 也绝对算得上是镇宗之宝 莫说是寻常人了 就算是实力达到七八品的至尊强者 都会为之心动的 甘愿委身为长老供奉 致求能够修炼 九幽白了牧尘眼 这个家伙 他还真的以为排名前五十等的至尊法身 是大接祸吗 牧尘摸了摸鼻子 想想也对 连柳明那天玄殿的少殿主 也只不过修炼排名九十七等的天眼法身 他能够感觉到 这大日不灭身 似乎蕴含着诸多的奥妙 如今的他 只是刚刚将其修炼而成 所以呢 他不可能把他的力量全部的推动出来 不然的话 他相信九幽绝对不会只给一个前五十等的评价 九幽手一挥 把笼罩开的灵力光照撤去 不远处 两道流光略来 出现在面前正是唐冰和唐柔 两人的目光在牧尘身上流转一圈 都是有些讶异 因为现在从牧尘身上散发出的灵力压迫 显然比起一个月之前强悍了很多的 看来你至尊法身 修炼成功了 唐冰惊讶的问着 牧尘笑着点头 目光看了一下唐冰 也是有些惊讶的说 你突破了 如今 唐冰周身的灵力波动 比起一个月之前强悍了太多 很显然 在这一个月左右 他同样是成功的完成突破 进入了至尊境 这还要多谢你的至尊灵业呢 这次突破到了至尊境 唐冰也是非常高兴的 因此平日里有些冰冷的脸庞 在此时也是流露出了一抹 动人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